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四单元 计算机网络基础的课程 上节课 我们回答了小达提出的关于计算机网络是怎么组成的这个问题 同时 我们详细探讨了计算机网络数据通信 资源共享和分布式处理的三个功能 基于网络覆盖范围和TOP结构 我们还了解了网络的不同分类 今天 我们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网络的组成 探讨相互独立的计算机设备是使用什么连接成网络的 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老师 上节课结束的时候 你让我们回家观察一下 家里的网络是什么结构的 我们家有一台笔记本和一台台式计算机 还有几台智能手机和Pad 我发现台式机是通过网线连接家里的网络设备 其他的设备都是通过无线方式连接的 根据上节课学习的知识 这些设备通过网线和无线方式都连接在同一个网络设备上 按照网络的TOP结构来看应该是新型结构 这些设备组成了我们家的局域网 然后再通过一定的方法 和小达家的局域网相连 在同一个广域网内进行数据通信 老师 我想问一下 除了网线以外还有其他的通信线路吗 无线信号到底是什么呢 还有和网线相连的那个 有天线的设备叫什么名字 起什么作用呢 计算机设备之间之所以可以传输数据 是因为有许多网络连接组件 这些组件为数据的传输提供了通道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雅刚才问的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 都属于网络连接组件 通信线路就是指传输介质 比如网线 无线信号等 插在计算机内部的网卡 以及将多台计算机相连的极限器 交换机 路由器等 都属于连接设备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计算机网络有哪些传输介质和连接设备 不同的网络连接组件所实现的传输效果也不同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看 网络中有哪些网络传输介质呢 刚才小雅同学说 他们家的台式电脑是通过网线连接网络设备的 而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的设备是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的 这样构成的网络实际使用了两种不同的传输介质 分别是有线传输介质和无线传输介质 老师 我在家使用的台式电脑是通过一根网线连接计算机的 网线应该是有线传输介质吧 那么网线是一根什么样的线 除了网线还可以使用其他线来连接计算机吗 小达 插在计算机网卡端口上的网线 就属于最常见的一种有线传输介质 网线常用的双脚线电缆有四对双脚线构成 每对双脚线有两根具有绝缘保护层同导线相互扭角而成 双脚线的传输距离有限 一般在100米以内 如果同一个网络中两台计算机相连距离超过100米 就需要使用其他的传输介质 比如铜轴电缆或光纤 铜轴电缆由绝缘材料隔离的铜线导体组成 在里层绝缘材料的外部是另一层环形导体及其绝缘体 具有比双脚线更高的传输速率 但是成本比较高 常用于有线电视及局域网使用 光纤是光导纤维的简显 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成的纤维 光纤传输速率更高 抗干扰能力也更强 很适合作为远距离传输的介质 由于目前光纤技术的不断成熟 光纤的使用成本越来越低 越来越多的场合选择使用光纤 小达 你们家局域网内的计算机相连 使用的应该是双脚线 你们家的局域网连接到外部网络中 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光纤 老师 我在家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 没有网线相连 是通过接收无线信号的方式连在局域网内的 无线信号应该就是无线传输介质吧 当然 小雅 无线信号是电磁波 它属于无线传输介质 无线传输方式中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都需要在传送数据和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之间进行转换 进而实现数据的通信 现在无线传输介质应用的场合越来越多 我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找到无线网络的信号 这些信号其实是不同频率的电磁波 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大约从0到10的24次赫兹 在这个范围内 频率从低到高 依次是无线电波 微波 红外线 可见光 紫外线等 用于数据通信的电磁波 主要集中在无线电波 微波和红外线的范围内 同学们 根据我们平时的应用场景 大家讨论一下 哪些场合更适用有线传输介质 哪些场合更适用无线传输介质 它们的优缺点各有什么呢 老师 我平时用笔记本电脑较多 习惯带着它在房间 客厅等不同的地方使用 我觉得无线传输介质更方便使用 便捷性很强 而且手机 Pad等设备并没有有线传输介质的接口 使用无线传输介质更加方便 也不用在家里放置各类网线 不过 我也经常感觉到 无线网络的不稳定 常常会出现断线的情况 我觉得无线网络更适合用在家庭 饭店 公共商场等一些对于速度 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 老师 我们家的电脑都是固定在房间的台式电脑 平时爸爸要用来下载工作中的各种数据 对于速度和稳定性要求很高 所以使用的是有线传输介质 有线传输介质构成的网络速度稳定 安全性较高 不过布线技术难度大 成本高 有线传输介质的网络 更适合用在企事业单位 机房等场所 小达 小雅 你们两个分析的挺好 有了网络传输介质 还不能直接连接电脑 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连接设备 才能把计算机连接起来组成网络 其中最基本的一个设备就是网卡 也叫网络适配器 它是连接计算机和传输介质的接口 在正常使用网卡之前 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后 才能正常工作 老师 我的笔记本电脑上 也有这样的一个接口 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网线进行连接 而是采用无线传输介质连接网络的 也需要网卡吗 是的 小雅 你的笔记本电脑 既安装了普通网卡 也安装了无线网卡 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传输介质的不同进行切换 此外 网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每一块网卡都有一个唯一标识自己的Mac地址 这个地址在全球具有唯一性 一旦网卡插入计算机 那么这块网卡的Mac地址就会变成计算机的Mac地址 这就使得网络上所有的电脑都有了一个唯一的标识 方便数据的点对点传送 老师 上节课我们学到一种 拓扑结构叫星形结构 几台电脑通过一定的传输介质 连接在同一个设备上 就可以组建成局域网 这样的设备叫什么名字 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家里的局域网是不是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连接的呢 小达 星形结构是非常方便的组网方式 中间的连接设备有好几种 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叫极限器 也称为Hub 比如一个具备八个端口的极限器 就可以连接八台计算机 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极限器为网络连接设备的新型网络 在这个极限器上使用双角线连接了六台计算机 如果计算机A要给计算机B发送信息 可以通过极限器进行转发 当计算机A的网卡将数据通过双角线送到极限器上时 极限器并不会将数据直接送给计算机B 而是将数据进行广播 同时发送给六个端口 当六个端口连接的计算机接收到数据时 会对这个数据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数据是发给自己的 则接受 否则不予理睬 最终计算机B会接收到数据 其他计算机会自动丢弃数据 老师 这样的数据传送方式 很像是通过学校的广播系统和某一个人说话 虽然这个同学会听到消息 但是很多没有关系的同学也会被迫收到消息 这样的数据传输效率太低了 如果要和不同的人说话还要排队一个个说才行 而且传送的信息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 小雅同学分析得对 极限器采用共享带宽的工作方式广播信息 缺点是很明显的 主要原因是它本身并不认识目的计算机的位置 就像刚才小雅说的 之所以通过学校广播和某个人说话 很可能是因为并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又急着要告诉他信息 所以只能采用广播来找他 正是由于极限器的这些缺点 即使它组网简单 现在也很少有局域网直接使用极限器 那你们能不能思考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极限器的这些缺点呢 老师 如果始终有一个人知道 所有同学所处的位置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人 直接联系要找的同学单独交流 也就是说 如果极限器能够知道 各个端口所连计算机的位置 那么进行数据通信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极限器 直接将数据传输到目的计算机 而不再需要进行广播 这样不但效率会提高 而且可以保证信息的安全 小雅的思考角度有道理 如果在这个网络设备内 保存一张各个端口 和所连接计算机的地址对照表 当某个端口接收到 从某台计算机发来的数据后 会根据数据提供的目的地址信息 自动查找表中对应端口 然后将该数据 从该端口转发出去 使数据迅速传送到目的计算机上 这样的设备叫交换机 又称Switch 从外形看和极限器相差不大 都是带有端口的长方形核状体 交换机采用的是独享带宽的工作方式 这样保证了它在网络中的数据传输速度 不会受到网络中计算机数量 和数据传输量的影响 在性能上比共享带宽的极限器 更有优势 老师 极限器因为采用广播方式 所以同一时间只能保证一组数据通信 那么交换机在工作上是什么样子的呢 交换机不同于极限器 它具备可以在同一时刻 进行多个端口数据传输的能力 通过交换机的过滤和转发 可以减少误送或错送数据情况的出现 避免共享冲突 不易产生网络拥堵 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信息传输的安全性 通常交换机都是通过有线传输介质 来组建局域网的 如果网络中有无线设备需要连接到局域网中 可以使用无线访问揭露点设备AP AP的作用相当于局域网中的极限器 它通过天线和无线设备进行数据通信 组成局域网 可以使用有线传输介质 将AP和交换机相连 从而实现无线设备和有线设备 共同组建局域网的功能 通过使用刚才介绍的传输介质 配合极限器 交换机或者无线AP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组建局域网 实现多台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这样的局域网络是相互独立的 如果要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数据通信 则需要另外一种连接设备 各位同学 局域网的规模是由计算机设备的数量决定的 小到三两台电脑组成的局域网 多到几千台电脑也可以组成局域网 比如我们平时上课的计算机教室 通常都需要配置49台计算机 这些计算机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而常用的交换机只有24个端口 无法同时满足49台计算机连接 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老师我们是否可以分别使用多台交换机 各自连接一部分计算机 然后再把这些交换机连接在上层的交换机中 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把更多的计算机连接起来 小达给出了一个不错的方案 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把几十几百 甚至更多的计算机设备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我们目前很多局域网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组建的 当然通过交换机组建网络的连接方式有很多 不仅限于这样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做进一步了解 我们来看这张图 左边是一个通过交换机连接三台计算机的新型结构局域网 右边是另外一个通过交换机连接的新型结构局域网 如果我们在它的上层再放一个交换机进行连接 那么这两个局域网就会变成一个局域网 它的效果等同于用一个交换机连接六台计算机组成的新型结构局域网 但是如果出于信息安全考虑 我们可能希望左右两边的局域网能保持相对独立 又能彼此进行数据传送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路由器 路由器是一种连接多个网络的网络设备 它能对不同网络之间的数据进行翻译 以使它们能够相互读懂对方的数据 从而构成一个更大的网络 路由器不同于极限器和交换机 它不是应用在同一网络的设备 而是应用于不同网络的设备 属于网际设备 尤其是当多个不同规模 不同类型的网络相连组成更大网络的时候 更需要路由器发挥作用 路由器最主要的作用是路由选择 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 路由器会分析判断发出请求的原地址信息 及接收请求的目的地址信息 从而找出一条最佳最快捷的通信路径 路由器可以使不同网络内计算机的通信 变得快捷高效 让网络系统发挥更大的效益 如图中 左边可以理解为小达家的局域网 右边理解为小雅家的局域网 两个局域网都需要通过路由器连接到英特网上 最后实现信息通信 老师 我们家的网络 好像只有一个网络连接设备 它到底属于什么呢 似乎和你画的示意图不一样 的确 因为技术的进步 现在的网络连接设备 很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极限器 或者交换机 路由器的功能 往往把多种设备集中在一个设备中 小达家的网络设备应该就是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结合体 其中交换机的功能是组建局域网 路由器的功能是将局域网和英特网相连接 同时 现在不少路由器还同时支持有线传输介质和无线传输介质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家里的这个多合一的网络设备 称之为无线路由器 它包含了无线AP 交换机 路由器的相关功能 各位同学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了解了计算机三要素中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这部分内容 分别给大家介绍了传输介质的具体种类 不同传输介质的功能区别 同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不同网络连接设备的功能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于网络连接的物理介质有了更深的了解 下一节课 老师将会和大家聊一聊 计算机网络三要素中最后一项网络协议的作用 这节课的最后给大家留了思考与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完成 各位同学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于怎么样组建一个计算机网络 有了基本的认识 尤其是对组建计算机网络的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 有了直观的了解 希望大家课后认真完成思考与讨论的内容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